哈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极简实习生,我是Dan 在这集节目里头,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分享这本书 一流的人读书都在哪里划线 这本书的作者是日本的图景音司,是天下出版社 那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呢,是第七章 章节的名称叫做《来挑战学养》 也是这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 所以本集呢,是这本书的系列导读最后一集 那么在这个章节里头呢,作者非常强调一件事情就是 求知欲呢,要去战胜过恐惧 作者说,人要迈向陌生的世界的时候呢 总会感觉到恐惧,若这个世界是自己不拿手的知识领域 很兼设的书籍,更是令人果足不前 你是否有过无法理解半途受挫的经验 是不是觉得强化拿手领域会更加的轻松 那这些想法呢,都会让人不敢前往荒野探索 所以他说一流的人呢,就要去克服这种恐惧 克服这种挚爱难行的感觉 我们要去挑战,要去克服这种 我们没有办法去读一些我们未知 或者是觉得读起来有点困难的书籍 另外在这个章节里头呢,他强调的是 钱,也就是外在的物质是会被抢走的 可是呢,我们的知识,我个人觉得它可以等同于软实力 我们的内在软实力,其实是可以被累积 同时,它会跟着我们一辈子 例如我们的品格,或者是我们的那种 毅力啦,耐力啦 或者是我们对人处事的一种态度 甚至是作者讲到的知识,或者是智慧 这种东西的累积呢,是别人抢不走的 因为它是内在的,它不是外在的 不管你的钱,你的车子,你的房子 都有可能会被掠夺 甚至是你的身体 如果你生病了,受伤了 这种东西呢,它都会有所损失 但是它所谓的这种内在软实力 知识、智慧,它是抢不走的 它说犹太人的历史充满苦难 所以有着著名的教诲 这个教诲是 即使土地与财产抢得走 智慧与人脉抢不走 这个地方我觉得智慧是 人脉抢不走这件事情 有待上去 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那知识这个部分呢 它讲到的是一种知识的囤积 那我更喜欢把它讲作一种智慧的累积 因为知识虽然是可以越读越多 越来越丰富 但我个人觉得还是要透过思考跟应用 你才有办法在生活中 把知识的一个精华活出来 没有活出来的知识就很容易变成是一种 两脚疏出 你会感觉到这个人很博学多文 他可以讲出很多大道理 甚至他可以讲出很多的学问 可是也许他个人在 人的这种待人接物上面 或者是他的一些性格上面 你可能相处起来不会觉得到 非常的舒服或很喜欢 我个人觉得那就是一种人的修养 那修养其实也是透过不断的知识的内化去思考 同时运用出来展现出来 我觉得才会是智慧 所以我觉得读书是要透过知识 让我们去长智慧 而不是只是不断的囤积 无脑的累积知识而已 另外的作者在这个章节里头 他提到一本书叫做 胡雪岩伤鬼 这本书是记载着中国清朝末期的 富商胡雪岩的成功事迹 他曾经说过这么一段 水涨则船高 人越夸则越上进 这句话的含义非常的深远 水涨则船高代表着 我们身边的人如果越糟糕 自己也会沉沦 相反的周围的水准越高 自己就会越提升 他有一点类似 近朱者赤 近末者黑的这种感觉 那我个人觉得水涨船高 最重要的还是要把自己的水平 也先提高吧 就是你自己本身也要充实自己 然后让自己成为是一个 很有实力的人 很有底蕴的人 我想这样子你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这些人也会感受得到 其实你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 然后也很愿意跟你在一起 所以我不认为自己 没有先把自己处理好 搭理好 然后就会有机会水涨船高 我个人觉得第一步 还是你必须要是一条大船 maybe 因为越大的船 你才有办法停进越大的港口 你吃水量才有办法越深吧 这是我自己的补充 OK好 接下来他讲到了 天才之所以成为天才 有很大的原因是来自于他肯花时间努力 所以他也鼓励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也是 多一点点读书 或者是多一点点刻意的去读书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他可以帮助我们知识的一个累积 他说花很长的时间做这件事情 是很多天才 他们之所以成功的一个原因 杰出人是在某个项目上花时间 远比其他人多 所以他讲到了之前有一本很有名的书 叫做一万小时的神奇威力 那我个人也看过一本书叫做 刻意练习 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 你只要透过方法刻意的练习 持之以恒其实都会有很不一样的收获 他说成功的关键不在于天赋 而是练习 那么无论什么领域都是一直做的人 才会变得厉害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透过阅读 来变成某一个领域的专家 也就是如此 你可能会一开始在念书的时候 念到这个领域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不是很适应 有一点点困难 有点挫折 但是随着你阅读的频率 还有你阅读的内容越来越多 累积的越来越多 自然而然就会对这个方面越来越了解 如同我一开始接触断捨一的书籍 开始第一本第二本第三本 从日本的三下音子读到马里会的书 然后再读到欧洲的读到美国的 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说 内容开始有一些交叠 然后这个交叠的过程中 你又会开始发现说 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方法 然后你就会自己去组装 甚至是去应用到你自己的生活中 去做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那这样子其实就是读书 或者是知识 让我们淬炼成为精华 成为我们生活中智慧的一个过程 好 接着作者讲到一个东西 也是我个人觉得 有点困难的地方 就是他很推荐我们去挑战 所谓的砖头书 砖头书也有人称为大部头书 也就是那种 很像教科书啊 很厚啊 就是他正在做学问的那种书籍 我个人其实呢 也很排斥念这种书 像我在大学求学时期 那种原文书啊 好厚的一本啊 三四百页 五六百页 然后全部都是英文 字特别小 密密麻麻这种排版 哇 读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痛苦 可是他说了 他前面 张姐有提过 商场上取胜条件是要制造与竞争对手 之间的差异 那么要制造差异 有效的方法之一 就是挑战一般人不敢读的书 所以他建议大家来练这一些砖头书 或者是经典 那阅读这样的书有什么好处呢 他说了一本这样子的书呢 他会有系统的归纳整理整个领域的知识 所以我们不需要买好多本类似领域的书籍 那砖头书当中有许多的个案研究 有图片 有表格 丰富的视觉享受 同时也收集了许多的资料 所以我们自己就不用再一一的去考证 因为会写这样书的作者或者是团队 原则上都会帮我们做很多的研究考究 所以有一本这样子的书放在我们的身边 也许你读过一次两次 那有的时候你需要的时候还可以随机的去查阅 也是很不错的 那他说其实在念很多这种砖头书 或者是经典的书籍当中呢 有很多的例子跟现代的情景不相同了 所以读者没有办法一时的去理解 所以他也鼓励我们在这个阅读的过程中 要去截取本质 带入到自己所处的生活现实当中 读经典最大的好处就是锻炼这种思考能力 所以其实我们在阅读书籍 不管你在念的是哪一种类型 甚至包括我们念的这种生活类型 断舍离的书籍 其实都需要思考的 也就是为什么我常常在节目上面 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分享说 断舍离或者是极简 他很因人而异 我说的或者是其他的频道 其他的节目说到的 甚至是你念过的书籍 作者提到的 这些东西都只是我们每一个人 生活下来的一种结果 或者是我们的心得 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个人的生活 到底想要过得怎么样子 你生活中现实遇到的状况 是什么样子 因人而异 所以会组装出不一样的结果 所以思考是一件在学习过程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那他鼓励我们阅读的时候 还是可以多多阅读 多多画线 毕竟这本书教我们要画线 他说练习的过程中 画越多 那么我们就有办法在中间 慢慢的种植不重量 去提高我们的品质 所以练习画线 大量的画线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他说假设一群人 读同一本商业的书籍 每个人理解的生前 以及画线的位置 都不会一样 这决定性的差异 就来自于我们的基础学养 所以在我们念书的过程中 也许你一开始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也重要 那个也重要 但是当你读了两本 读了五本 甚至读到最后十本书之后 你会发现 这本书 也就是第十本书 跟你第一本书 要画的那个重点已经不同了 因为你已经累积了 好多在你的内在 你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 深厚的内力了 所以当你看到一本书 你会发现说 前面这些都是重复的 你会越读越快 然后这本书里面 你只会找到 maybe真的只有一句话 是你觉得是一则新的发现 你曾经没有想过的 没有接触到的内容 我觉得那就是一种 让自己慢慢的 意识到自己 好像已经在某个领域 有一点点成为专家的感觉 因为你已经慢慢的 比别人了解更多 你不用再从零开始 你已经有很深厚的基础了 所以透过读同一个类型的书 从第一本读到第十本 你会发现你自己好像 越读越快 然后你能够抓到的重点 也越来越少 证明着 那我们在这个领域 好像也有不错的一个收获了 好 这就是这本书 我跟大家分享的 这七个章节了 也就是这整本书的所有内容 那最后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如果你要我从这本书里面 画出一个重点来 那么我会想要告诉各位 其实这本书的重点呢 就在它的封面 它的封面写了这么一句话 读书是从数千行字里 找出能够开启 全新未来的一行字 所以这句话 我个人觉得 是它整本书最重要的精华 也许它的内容 我都不记得 也许它的内容 也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这句话 会永远深植在我的心中 再说一次 读书是从数千行字里 找出能够开启 全新未来的一行字 也就是未来 我在念书的时候 我不见得会从一本书里面 带走非常多的笔记 也许只是一行字 也许是三段 也许是五行字 把这些话 把这些内容 写在我的笔记本 或者是写在我的线上的笔记里头 我不需要把这本书 全部都摘要下来 但是透过这一些 能够彻底改变我生活 改变我生命 成为我生命专利点的 重要的金句 也许它就是 含金量最多 也是我最收获的地方了 好 以上 今天的节目内容 或多或少 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想法 一些启发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为你准备的节目内容 别忘了记得帮我按一个赞 也欢迎您订阅支持我的频道 我是Dan 我们下期节目见啰 拜拜